Hello,你好,我是Ryan 你好,我是蓝叔 那么当女生问你啊 你是哪里人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去回复 对,那首先女生在问我们是哪里人的时候呢 很简单就是 她有好几个判断 首先第一个判断就是 确实想了解你是哪里人 第二就是我们所说 她想了解你是不是在这个城市 还是说你只在这个城市待一两天 然后呢玩一些夜情就消失了那种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说 她要根据你在的这个城市待多久 然后呢来去判断这个关系的这个走向 以及关系的这个定位 我自己觉得大部分都存在于这三种情况 所以一般情况下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去回应 也可以很正经的 也可以不正经的 这主要就是你要看这个 她是不是真的对你感兴趣 她想了解你的 那么这里呢我给你们三种回应啊 一种回应呢是直接告诉她 我们是哪里人 那么这个呢是通常啊 大部分人都能想到的 直接告诉她我是哪里人 等于是在交换信息 那么第二种呢是问她 让这个对话变得有意思一点 就是你感觉我是哪里人 那么还有第三种回复呢 是可以我们叫非常低调 且幽默的一个回复 去暗示她 比如说小地方人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她接了这个话题 那就意味着这个互动 可以继续下去 所以呢很多时候呢 你一定要去看自己 敢于聊什么 好那么兄弟们学到了没有 记得点赞关注 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一期再见